我们这一节要来聊聊生活中的图示 这里的图示就是用图案来表示 第一个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我们常常看到对不对 我们现在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这里警告标志 你会发现警告标志都是三角形 都有三角形 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三角形的 而且还没有发现它都是红色 红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大部分会用来提醒警告 好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比较特别 来 有没有看到这里 看到没有 老师现在用这个标示这里 还有这一个 好 这两个发现 老师这两个不是三角形 这两个通常会出现在火车平交道 但是这个图示在台北市几乎看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北市的火车通通地下滑了 接着看到第二个 来 中间这一个叫做指示标志 你有没有发现它都是长方形 而且是不能说都是大部分 但是它都是蓝色的 我看到这里蓝色的蓝色的蓝色的 在认识中间这个是不是像我们变化的听筒 来 这边 有没有看到变化的听筒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图案 就算没有写国字 没有写英文 没有用文字提示 你看到那个图案也可以知道 它就是电话 那再看电话旁边 这一个救护站 看哪里可以知道中间的十字 就告诉你这里是救护站 可能是医院 可能是诊所 可能是一个卫生所 就是你如果有紧急事件的话 当在公共场所你看到这个标志 如果说是 譬如说在百货公司 我跌倒了受伤了 那我就要去找百货公司里面 有十字标志的这个地方 它就是可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包扎 那当然注意是简单的 如果 很严重 那当然是要去医院或是诊所 所以在公共场所里面 你看到这个标志 就是告诉你这里可以帮你处理一些 简单的外伤 这里 通常在圆环会看到 好在台北市我们的民生社区就有一个圆环 他自己就告诉你哦 为什么会发现它是逆时针走 为什么因为它要走右边 我们是从右边开始转 不能从左边 如果今天是在靠左边走的地方 譬如说日本 那么它的圆环的方向就会是从左边转 因为这样子才顺 好所以这个标志跟声音一样 有一些是大家共同的 有一些是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意义 好共同的有什么我们来看箭头 这里就是都有箭头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你只要所有的箭头就是你前进的方向 你的面要朝着箭头的方向 那叫前面 也就是说你往这边走 如果它间箭头是有转弯 那么你就是要右转 往左边转过去就是要左转 所以这个箭头是全世界都一样的 因为它在这里有很多的箭头 那这里呢 有没有看到这里行人专用 有个大人加一个小孩 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只有行人可以进来 汽车不可以进来 就告诉你 它就是指示 跟你讲你可以怎么做 它叫做指示标志 好那再看到第三个 第三个叫做静置标志 好静置有两个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个静静止就是不可以做 第二个字叫限制 就是你只能怎么样 所以这里包含两个意思 一个是不准做的 一个是你只能怎么做 它都是用红色的原型 红色的刚才告诉你提醒你 要你注意对不对 所以这里用红色的 那原型是要去跟前面做一些区别 好 那还有你会发现这里面怎么好奇怪 有一些还画 中间画加一条斜斜的线 只要是有这种线的都是不可以 就是所谓的静止 不行的 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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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呢 这个更特别了 所有的 中间只有一条白白的 中间通通都是 旁边都是红色的 这就告诉你 只要是汽车通通不可以进来 不管是脚踏车 小汽车 大货车 大卡车 大公车 通通不可以 因为它这边写了 禁止各种车辆进入 所以如果你在路边道路上 看到这些标志 你就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好那像这个呢 它还有加了怎么样 这里一个圆圈加了数字 就是告诉你 这里最多最多最高速线 就是只能开30公里 在台湾是公里 你让我老师还没有写单位 对没有写单位 因为我们在台湾都是用公里 我们是用公制单位 公里公尺公分 可是如果在美国 他就会告诉你 是30公里还是30英里 因为在美国这两个都有人用 大部分他们用的是所谓的英质 就是英里英寸 长度是英寸英尺 那个速度就是英里 那英里跟公里的单位不太一样 他要换算 所以他在后面就会写得非常清楚 因为如果你没有写清楚 他可能意思是30公里 但是你误会了 你以为是30英里 那你可能会被罚钱 所以在台湾因为只有一种单位 所以不需要特别强调 在美国就有两种不同的单位 他就会强调 因为他要说清楚 这个既然是告诉你不可以做的 就一定要让别人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这样 这是在路上讲到的 常常看到的一些标志 这就刚刚讲了 红色的就告诉你最高速限是50公里 比刚刚的30公里快了一点点对不对 好那这个圆形的 这个圆形写一个P 一定会常常看到什么标志 停车场 指示你看蓝色是不是指示标志 就告诉你前面这附近有停车场 你如果想停车 那么你就可以去找一找 如果因为停车场一定出入口 常常会有车辆进出 就是告诉你要小心 可能会有车子从旁边的小巷子 或是因为像地下停车场 就会从地下到处来 所以到这里也要小心 好那在这个就比较特别 刚刚没看到 刚有讲到红色的斜线 有这个斜线就是不准做的 然后这个车子一看就可以知道 汽车上面放了很多箱子 那就是货车对了 这就是告诉你这条路货车不可以进来 但是它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数字 很特别 下面的数字有没有看到 有写个22到07 这就是告诉你时间 前面的22讲的是晚上 我们的时间超过12的 就是中午以后了就要12加 如果是下午1点就12加1变成13 好那这个22你减掉12 是不是就剩下10 就是告诉你 就是晚上10点 到第二天07就是早上 第二天早上的7点 货车不可以进来 表示这个地方可能是住宅区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图案图示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想它为什么 因为货车都是上下货声音会很吵 对不对 那这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休息的时间 我在休息的时间有上有货车在上下车的话 上下货很吵 是不是让我没办法好好休息 所以这个标志比较常出现在住宅区 住宅区就会限制 所以符号图示就有这些意义 那小孩你知道这些意义之后 你就要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尤其是不同的国家 因为不同的国家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习惯 那你就要看这些图示 参考当地的一些习惯去想 这个图示到底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旁边这一个 圆形画一条斜线就是告诉你不可以 不可以做什么 它中间写一个停 不可以什么样 不可以停车 你说人不可以停下来吗 当然不是 也就是说你看下面它又为了怕你不清楚 特别告诉你 这个地方叫人行道 就是给人走的 如果你停到车 人是不是不好走 所以你看 它外国人看不懂 它还特别写了一个P 刚说过P就是可以停车 那这边跟你讲不可以停车 所以外国人看到这个标志 他也可以了解 这就是刚刚老师告诉你 到了国外 你也可以用图示去认识 去了解当地的习惯 接下来看到这个行人优先 一样这个刚刚都看过了 还告诉你不是只有行人 还多了一个脚踏车 这都是常用的 然后再来这个是在学校里面常常看到的 你看这些进入办公室 因为现在是这是因应现在的疫情 所以希望你配戴口罩 我就告诉我提醒你 那你会发现他就画一个口罩 你一看就知道了 今天如果是就算是外国人到这里来 他也可以知道 我要戴口罩 因为他非常清楚 所以图示的设计就要这样 很清楚 很简单 让人家一看就懂 这样设计出来的图示才有意义 那在这里就告诉你小朋友 上下楼梯要慢慢走 这就很简单一个楼梯 那这里为什么是学校常见 是因为让你顺便认识字 其实他就是在教你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他不一定会加文字 所以你其他地方看到这个图案 你就要想 在学校告诉我们要小心 要靠右边慢慢走 那这个就是要让我们认识 中文英文图示 下一页 这里开关 告诉你开关 他就画一个开关的样子 非常清楚 让你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 你学了中文 你也学了英文 灭火器也一样 这里禁止 告诉你一个叉叉不可以做的 对不对 叉叉就是不可以做的 这电梯 一看就是电梯的样子 有上有下还有门 再来下一个 这就是公共场所常看到的 他说老师学校没有这个吗 学校也有 不是公共场所有 刚刚那个是你大概只会在学校看到 这个是学校 公共场所大概有厕所的地方 公共场所 因为学校也算一种公共场所 厕所 他除了用中文英文标示之外 他还用图案 这个图案是不是很明显一看就知道他是男生 他是女生 两三岁的小弟弟小妹妹 他们看到这个也可以知道 这个是男生的厕所 这个是女生的厕所 图示就是要这样子 就算不懂文字 他也可以认得出来 这个AED是紧急的 算是急救用的一个设备 那他用红色提醒你 这个东西很重要 提醒你 然后你们看到他中间画了一个心脏 就是可以做CPR的 心脏的定级的 这个要经过学习之后 会操作的人才可以用 那在这个也是常常看到的 蓝色是不是指示 就是告诉你 然后你看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人 他坐着一个很大的轮子的椅子 轮椅 是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种就是所谓的友善设施 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 就算你坐轮椅 你也可以很方便的进出 再来 这个也是公共场所常见的 这个大家一定都常常看到 对不对 无线网路的标志 你只要看到这个 就表示这个区域是有网路的 然后那这个又回到我们不准 交通标志 不可以 那中间画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香烟 也就告诉你这个地方 不可以抽烟 好 那再来这个紧急安全出口 公共场所一定要有 而且它一定亮灯 那在这个呢 是楼梯间 公共场所的楼梯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楼梯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会写阿拉伯数字4 因为有些公共场所 它有很多很多的楼梯间 那今天写上号码 比较方便便是 好 那这个呢 它的数字后面加了一个F 那是什么呢 那是英文楼层的代表 2F就是二楼 1F就是一楼 这个刚刚讲过了 再来旅游服务就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知道些什么旅游资讯 到这个地方来问就好 好 那这个下面旅游服务下面这个 也常常看到哦 就是电源 比电商一定有 好 这个看到又是不准了 不准什么 不准狗 这里的它是画狗代替 也就是不要让动物进来 最后就是要告诉你 不是只有介绍完就结束了 我们还要做别的事 你可以想想在你的家里 或者是在你的学校 有没有哪些地方 好像标示不够清楚 或是需要标示没有标示 那么你就可以设计 一个图示告诉大家 好 老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房间复习功课 因为明天要考试 我想要让家人 因为可能妈妈在家我告诉他了 但是爸爸还没下班 他不知道我在用工啊 所以我就在我的门口贴一个 我就可以画一个人正在读书的样子 我把它放在我的门口 那么如果今天爸爸下班回来 想要知道我在哪里 或者是想要找找 想要跟我聊聊天 但是他一看到我的房间门口 贴了一个这个标示 就知道 我的好孩子 乖孩子正在用工 他读书 我不要去吵他 所以图示是不是就这样很清楚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回家功课是什么 就是想一想 学校还有家里 有哪些地方 或是你正在做哪件事情 想要让其他的家人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用什么图示 这样他就不会来吵你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回家功课 记得 要说要设计完之后 要实行 就是要去做它 才有用哦 那当然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去做一些调整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咯 下课 别给子